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1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即将面临来自自由党议员日益增加的压力 他们要求特鲁多辞去党领袖的职务 这些自由党后座议员主要来自于大西洋省份和安省的西南部 他们正在讨论正式提出要求来敦促总理 在决定是否继续领导自由党时考虑党的未来 自6月份多伦多圣保罗补选中意外失利以来 心怀不满的自由党议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讨论该党的未来发展道路 随着国会复会和蒙特利尔补选的失利 这些谈判加速了 本周随着特鲁多离开加拿大去亚洲参加峰会 后院起火了 自由党议员的讨论进一步升级 多位肖显士称一些议员被要求签名 这相当于承诺共同逼供特鲁多辞职下台 该文件不是要传阅的信函 肖显士称此举是获得国会议员承诺 寻求领导层变革的一种手段 如果特鲁多及其支持者反对 则可以制止议员实现这一目标 本周国会议员们被拉到国会山 签署了要求高层变革的文件 多名消显士告诉CBC新闻 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受到严格控制的文件 该文件的任何副本或照片都不会流传 所有消遣人士都向CBC新闻表示 由于内部讨论的敏感性 他们不愿意透露姓名 这些消显士表示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0名国会议员 签署了该文件 其他人也表达了对这一行动的支持 根据CTV新闻的报道 一群主要来自加拿大大西洋地区 和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后座议员 正在讨论正在发布一项 要求特鲁多考虑自由党未来发展的决定 以决定是否继续执掌自由党 尽管议员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私下哀叹 甚至对记者也哀叹 他们相信特鲁多会继续执政 所以辞职了 但本周三的党团会议上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特鲁多和他的高级职员 都没有出席美洲立会议 这种情况很少见 随着讨论转向自由党党所面临的挑战 及蒙特利尔和多伦多最近的补选结果 以及持续的民意调查 情况变得紧张 本周三在特鲁多离开加拿大后 自由党众多议员们开始秘密党团会议 在要求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离开后 一群议员在党团会议结束后解散 其中三人告诉CTV新闻 这就像是一个秘密党团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有人谈到了更正式的事情 尽管该小组的其他议员坚持说 他们想直接告诉特鲁多 但这并没有发生 CTV新闻在周五采访了24位自由党议员 其中大约一半表示 他们知道一封所谓的信正在流传 但没有在信上签名 约有六位议员表示 他们听说大约有30多人签署了信 但并未亲眼看到签名 三位议员表示 他们只能代表自己发言 但会支持特鲁多重新考虑 是否领导自由党参加下次选举 另外三位议员则表示 他们对存在这样的信件感到惊讶 所有议员都要求匿名 因为担心因公开发言而遭到报复 许多议员向CTV新闻透露 最近总理办公室对议员向媒体泄密的态度 愈加强硬 关于要求总理下台的正式请求 最早有多伦多新报报道 特鲁多本周大部分时间都在老卧参加多盟峰会 他所乘坐的飞机于周五晚间降落在 好鲁鲁鲁加油 当飞机着陆时 总理和他的工作人员得知了这些报道 大约20分钟后 贸易部长吴凤宜向随行的记者发表了讲话 他说 我感到失望因为加拿大人期望我们专注于他们的需求 做好这项工作 吴凤宜坚持表示 总理得到了他的支持 我对特鲁多作为我领导人的信心十足 为了让油管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一名来自香港的女子 自2012年抵达加拿大后 先申请了难民 然后又申请了夫妻团聚移民 但是移民官在审理移民申请时 却发现 她向政府谎报了居住住址 导致长达7年 根本就找不到她本人 涉嫌假结婚 最终否决了她的申请 责令她在24年9月16日遣返 女子申请司法复合 但是最终被驳回 法定文件显示 C某是中国公民 2012年从香港来到加拿大 她先是申请难民保护 但又放弃了申请 之后她与一名加拿大公民相识 并保持了4年的配偶关系 于2022年结婚 她于23年被捕并被拘留 因为她提供了一个不属于她的地址 当时她承认 自己在其他地方生活了7年 她申请了PRRA 但于24年2月15日 收到了负面的PRRA决定 她通过配偶申请永久拘留身份 但该申请于24年8月4日被拒绝 移民官不相信她与加拿大丈夫之间 存在真实的夫妻关系 因为她们的地址 共同生活的时间等信息相互矛盾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结婚 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在自称的 4年关系里有过任何交流 此后不久 她提交了申请司法审查的许可申请 声称未能合理考虑相关证据 她明白如果她的PR申请被驳回 她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24年8月28日 她收到指示 要求她于24年9月16日报道 她的前任代理人于8月28日提交了延期申请 但于24年9月6日被CBSA拒绝 C某随即申请了遣返前风险评估 但是风险评估报告称 她如果被遣返回香港 不会有任何风险 C某再次提出了申请司法复合 联邦法院的法官认为 因为C某提供的地址不正确 政府机构有整整7年找不到她 有明确无误的违法行为 法官同时认为 申请人如果被遣返回香港 不会承受不可挽回的损害 她既可以在香港重新申请夫妻团聚移民 其丈夫也可以去香港探望妻子 最终C某的司法复合申请被驳回 她将被遣返回香港 根据读者的反馈 在10月11日大温北三角洲的沃尔玛超市 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鞋帽区满地的鞋子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 有些地方甚至连伸脚的地方都没有 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在加拿大的超市 明显这些人都是在试鞋子后 不自觉地放回 随意地丢在地上 把超市弄得比菜市场还要乱 这间沃尔玛分店位于北三角洲和宿里的分界线处 算是印度移民聚集区 平时顾客也以印度移民为主 而且超市在鞋子区货架多个位置都张贴着 用英语和印度语书写的 请不要把鞋子留在地上的标志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遵守 最近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吐槽印度移民的各种不文明行为 虽然少数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族裔 但是这些恶习也确实让人感到气愤 本周在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车祸 一辆公交车冲过一个路口 撞上了一辆车 并穿过多个民宅的后院 现在房主们要求市政府赔偿损失 根据City News报道 周三凌晨这辆公交巴士不知何故 冲向了伊甸布鲁克山大道路口 撞上了一辆车 并骑上了路牙冲上了一个斜坡 然后冲进了多家住宅的后院 受损的居民表示 当时大家都还在睡觉 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还以为是打雷 出来查看时 震惊地看到市政府的巴士车 撞上房子只差几英寸的距离 总共有五间后院被撞坏 居民们无比震惊 现场一片狼藉 满地树枝和后院的家具残骸 Monaco Court居民迪帕克说 他从2011年起就住在这里 事发时他在上班 亲子和女儿在家 他们打911报警 女儿看到巴士司机坐在车里 没有受伤 司机走下车 直接穿过他家离开了 皮尔区警局称 已经对这名司机开了 未让行的交通违规罚单 这辆巴士在周三凌晨5点30分左右 被拖走 但是迪帕克说 他对于警方的态度很不满 他说前来处理的女警察说 这里是冰顿 然后给了一个案件编号就走了 他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目前当局还没有交代 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 居民们称 是他们自己前往市政府 要求找人来处理 两天后的周五 市政人员来到现场清理和收拾残局 皮尔区警方在现场 树立了一个临时的围栏 但是居民称 没能解决 警方只是让他们自己 打保险公司的电话 冰顿市政府发布的一份声明 称周二午夜 一辆公交巴士设计一起交通事故 最后停在了 伊甸布鲁克山大道的附近居民后院 巴士上没有乘客 冰顿公车局与皮尔区警方 密切合作进行调查 现在受损的居民表示 自己不应该支付 一千元的保险垫底费 他们要求市政府做出赔偿 达恩节还未过 但BC省的居民已经开始为 居家装点万圣节鬼怪的气氛 有民众前往了当地的二手店寻宝时 竟然发现有华人的祖先神位 被当成是万圣节的饰品贩售 网友直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照片在脸书分享后 随机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根据脸书公开社团 温哥华生活减价爆料区 周四有网友 玛纳利贴出照片指出 有没有鱼姓子弟去解救 同姓宗亲啊 不知道是谁 当装事物给卖了 之后又附主说明说 这种款式应该是台湾子坛木款式 贴门随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 尤其排位中的鱼氏同姓宗亲 有人以表情符号回应 也有余先生留言说 子孙不孝不能为例 有网友梁先生出面替余氏换夹 称可能是别人偷偷拿去卖了 外国人见到金色以为很值钱 也有雷先生说 应该是搬家时漏掉了 后面接手的外国人就拿去捐了 不过大部分网友认真地寻找余氏子孙 称温哥华唐人街好像有余氏曾亲会 也有新奇的网民说 谁家的祖先快快领回 可怜 死了都给人买6块9毛9 至于这间二手店是哪一间呢 妈娜丽回复网友说 是列治文的Value Balance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下期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